有有有有 嘿嘿嘿 Sexy Voice Sexy Voice Sexy Voice 為什麼是Sexy Boy 就是低沉 你說我聲音嗎 對我們現在都是 生病的時候就會變這種 好慘喔 我們要先介紹一下今天 為了拉平來會 今天來跟我們聊一位是 一位創作的歌手他叫做 金大 你跟我們打個招呼好不好 哈囉哈囉大家好 我是金大 Gin 就是你的IG蠻有意思的 IG怎麼收到你呢 IG的話你就是打金大就可以 但英文的話你就是可能要打 金 In Dark 就是Dark就是黑暗的意思 但好提醒大家不要倒閣 所以你改過了喔 之前不是Dark in Gin嗎 沒有一直都不是啊 一直都不是啊 一直都是Gin in 我一直以為是Dark in Gin 沒有我跟你講這個這個故事 我每次都要講一遍 就是有一天我的一個大學同學 然後他突然就私訊我 然後他就說 我有件事我就是憋了很久很想問你 對 然後我說什麼是你說 因為他很突然就密我 嗯 他說你的IG帳號是故意 就是倒過來念是藏 藏了一個梗在裡面 喔是倒過來的時候才是Dark 對 倒過來念的時候才是Dark in 對 Dark in Gin Dark in Gin 也是可以的啊對不對 當然 好好所以是Gin in Dark 對 Gin in Dark 就是金大本人在黑暗裡面 對對 藏身在黑暗之中的Gin 為什麼因為你很喜歡晚上嗎 對我以前的創作滿多的感受都是在晚上 對然後我個人也覺得 我有很多的情緒是有一種 我好像必須要把自己推到一個黑夜裡 去面對我 對面對我不喜歡的事或面對我害怕的事 有點像蝙蝠俠的概念 蝙蝙蝠俠 對就是蝙蝠俠的概念是他為什麼 對蝙蝠俠的想法是很有錢 沒有蝙蝠俠為什麼要扮成蝙蝠 是因為他是害怕蝙蝠的 對好像很多人就是沒有聽過這個故事 他是很害怕蝙蝠這個生物的 所以他為了要激勵自己可以面對壞人 面對有勇氣 所以他把自己扮成蝙蝠 所以你是害怕黑夜所以把自己放在黑夜裡 對我覺得有時候是這樣子 對 有一點M聽起來 你感覺就是很M啊 沒有沒有我沒有那麼M 以前可能是 我在想說要怎麼樣跟大家介紹說 介紹你這樣子 就是你之前是 一開始呢是 算是從有精選獎比賽各個比賽這樣子 然後有得到好的名次之後 然後開始創作的過程 對但我就是 應該說過了那麼多年 我現在有時候講精選獎都覺得 對好像有點小尷尬 就好像在炒冷飯 但確實是精選獎得獎出來的 對那時候是第32屆我還印象很深刻 因為我其實那時候不是很想比賽 但那個時候就有朋友 就是那時候對象他就是力推我去試試看去比賽 對 對但我還有說去玩玩看反正都要畢業了 不然你畢業後也不能當大學生比賽 我說喔好 其實當年也有比一些其他學校的比賽 比如說我自己年東海大學 或是福大的情運獎 那時候拿最佳作詞吧好像 對然後最後才是比精選獎 就是一個一個慢慢往上爬 對然後那時候我覺得精選獎得獎的時候一個故事 我個人覺得很有趣 就是因為那時候創作組只有我一個人 只有我這一組是一個人 其他人全部都是團體 所以沒有對手 其他都是團體 對 只有我一個人拿著一把吉他上去 單槍匹馬 是被圍毆的也可以 對我被圍毆痛毆的 因為他們都很厲害 那你還是得獎了 對而且還是拿最後一個壓軸的獎項 這些跟你比賽人有些是線上的嗎 那一屆好像有很多欸 還有椅子樂團嗎 還有莎莎 你說Shadow Project 我記得有椅子樂團 椅子樂團 還有羅莎莎嗎 羅莎莎 還有薩夫露拉外 他們都是你的手下敗將嗎 沒有沒有沒有 在作詞的方面 作詞 我在金群獎的時候沒有 沒有拿什麼作詞獎這種東西啊 但他們很厲害 那時候羅莎莎我記得是 就是獨唱的第二名 然後薩夫露拉外他們是 最佳作曲獎 對對對 那次還有一個叫賴韋哲的 他現在是在編曲 做編曲 對編曲老師 對對對 他非常厲害 那你那個比賽啊 到這次發了一張 算是EP嗎 對 做活著的 活著的鬼魂 鬼魂 欸這個中間有經歷什麼老才 到這次發 EP這樣 中間其實 因為我以前是沒有想過 我要用音樂來 應該講 當成工作 對我來說它就是一個寫日記 抒發的一個過程 對我個人的重心還是比較想要去 感受生活 比如說跟朋友多出去 然後或是 當一個好的不論是情人 或是好的家人 對任何對象都是 對那當然中間我覺得有經歷的蠻多 就是起起起伏伏 對那我就重新去反思自己 欸為什麼 為什麼我還是會受傷 如果我真的喜歡想要幫別人 那為什麼我還是會受傷 所以其實我自己也有一些期望 一些不好的期待 過多期待 那個也會讓別人有不好的感受 所以我就去反思自己這樣的過程 那在這個途中 我覺得它會有一種 越來越模糊的感覺 我好像好像知道我是誰 但我好像不知道 我好像有聽懂 你好像沒聽懂的 對那種如聽 聽均一席話 如聽一席話的感覺 對那在這個過程中我覺得 與其迷失不如 倒不如接受 接受這樣的自己 就是我在每一塊我都能 我都能夠有一個 我能夠扮演好某一個角色 但是我同時也扮演不好 我們永遠都是在取得 一個平衡的過程 一個動態平衡的過程 對我們永遠達不到一個完美 所以你永遠都會失望 你也永遠會滿足 對所以對我來說 那是一種活著的鬼魂的概念 好像有一種 行屍走肉的感覺 可是你那個 到底什麼契機 就突然想說我要把它發成一批 也沒有什麼契機 因為其實我寫了很多很多歌 因為你覺得那個 自己跟活著的鬼魂一樣的 這種感覺應該一直都有吧 對但主要還是會投射在感情方面 對情感方面 就是那個時候的對象 他比較是我們兩個的 我們是從學生時代認識 所以到出社會 當然會有經歷很大一個轉變 對那他是走比較上班族 對很努力在工作上 那我是想要還在摸索自己的過程 所以就會有一種 不對等的衝突吧 可能有時候我會一直想要追著他的背影 我想要跟他一起 但對他來說他可能想要去嘗試一些不一樣的事情 對所以我就會有一種沒有 欸好像自己沒有被滿足的感覺 就是我那個時候會覺得我比較擅長 但是我現在回頭看我會覺得我們都不擅長 我們都有沒有做好的地方 我不能因為我想要他怎麼樣 我就強求他一定要跟著經營這件事情 他或許他在他的世界他很努力了 對就是我們後來溝通過很多 他或許在對於那個時候的我他不擅長 對但或許在他的世界他是他真的做了很多努力 但是那是可能跟我就是剛好沒有對到 就只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那是一種很 當你理解他人理解自己的時候 就會有一種好像就是淡淡的可惜的 的感覺 對對對 所以歌曲裡面有很多那種 就是好像在可求一個人回來 或是我在觀望著一個人的那個情緒 所以其實都來自於這個感受 所以EP主要這些歌的挑選跟名字 都是來自於這個情緒 就來自於你可能在一段關係中 好像活著又好像沒有活著 就得不到滿足的這種 對 舞蹈的感覺 對有一種這種感覺 然後最後選擇了離開這樣子 一個就要離開著的夜晚 有誰會聽到這聲響 有誰會聽見我的誠謊 我不奢望 我用了太多太多謊 包圍著不停長大的真相 自己都不自己了呀 欸我們接下來來拆解你的歌曲喔 好啊 在做這件事之前啊 你有沒有 你這個EP的曲序是有設計過的嗎 有一點點像是 對我來說一個就要離開這個夜晚 它是一個離開一個城市 走進一個不知名的地方 的一個start 所以我設計它的聽覺的感覺 應該像是有一種就是開車 然後在夜晚 然後就是很多霓虹燈啊 很多路燈 慢慢開離城市的那個感覺 所以它的聽感 會是越來越明亮嗎 對你應該會說是中間 越來越暗 到走進夜裡的時候會是最暗的 然後觀測失能的時候 會有點像是你走 走經過的那片暗之後 來到一片海邊 然後你看著那個星空 喔 所以先離開一個地方 去一個很黑的地方 再到一個開闊的 對開闊的地方 喔它是有一個 持續的這樣子的設計 對最後的那個量 反而是更大自然的那個量 對對對 對對對 那種感覺 你剛剛說的星空的感覺 對星空的感覺 好啊 那我們要來聽第一首 這個歌曲啊 是真的有 就是真人真事嗎 這某一個moment之後 你想到這件事情嗎 嗯 它是個很複雜的情緒 但是在同一個moment會流而成 嗯 對那個moment是在我離開 東海大學 那時候 在台中念書 一夜的時候 對因為要把那個宿舍全部收乾淨 喔 對要離開前的最後一個晚上 然後我就在反思 因為我當時去台中念書是因為 我想要逃離台北 我在台北我覺得念書的時候過得不好 我那時候甚至還寫了一首歌叫後車 然後是當年政大精選得獎的 喔 所以對我來說有種呼應的感覺 嗯 對我是為了離開家鄉 然後去台中 欸 所以你搬離宿舍那一夜的心情是怎麼 就是會拍照那種的 沒有不是 我就躺在說 我就燈開著然後躺在 就什麼都沒有的床上 然後在想事情 嗯 對我就在想說 就是我四年前來到這邊 我想要做些改變 但四年後回去 我有真的改變了很多事 然後並且完美嗎 所以你在每個人生 就在往回看的時候 都覺得好像沒有達到以前想要的那個改變 對我發現永遠你都會覺得以前是不夠好的 嗯 你永遠都會有缺憾 永遠都會有遺憾 嗯 我以前不懂什麼叫我在當下 或是當下就是最好的 對啊那你你這樣不會覺得很厚 欸其實我有這種感覺 因為我個人不喜歡拍照什麼之類 可是嗯 當我譬如說年紀 15歲的時候覺得不想拍照 20歲的時候看15歲的時候覺得 欸那個時候蠻好看的 為什麼不多拍一點照 對啊對啊你看是不是 對啊所以永遠都要把 我現在的做法都是 我發生任何事情會有任何情緒 我就想想我自己十年後回來看起來 我會不會那麼在意 或不會想要多做點什麼 嗯嗯嗯 其實就是這樣 所以導致讓我現在更有動力去做很多事情 嗯嗯所以你現在已經可以活在當下了嗎 我現在我覺得我蠻能活在當下 對啊所以你剛剛問我30歲有沒有焦慮 我現在是沒有 喔那真的很好欸 就我就是想說一步一步的把自己的音樂 就是生產出來 嗯嗯嗯這樣 欸你剛剛說這首歌跟旅行有關係嗎 他這個吉他的那個 節奏之前登登登登登的那個 是不是會通常旅行 通常旅行的歌曲會 是不是會比較小心用這種伴奏形態 這個吉他反而就是一個很直覺的東西 你那個你是在宿舍的時候寫下來的這個Riff嗎 對在宿舍的時候寫下來 所以就是要離搬家那一天寫的嗎 那附近 喔好有畫面感喔 對就那個附近寫的 我那附近其實寫兩首歌 然後另外一首還沒有 還沒有還沒有發行 之後會發 之後會把它做出來 所以那天也是一個晚上 因為我覺得這個聽起來很龍靈 一個是這個是晚上 然後另外一首歌是反而是 在下午到傍晚的時候寫的 看著日落的時候寫的 對我那天那幾天做了很多事情 就想說我要離開這一整個地方 我想要去去所有 我走我走過的一個 走過的一些我覺得很棒的景點 然後我想要感受一下 欸我好奇問一下因為這首歌啊 我覺得很多那種屬於很晚上的聲音 就是那個樂器的音色的選擇啊 嗯 那個很晚上的感覺 那是怎麼樣營造起來的啊 其實有一大部分可能要就是問 曹瑋老師 編曲老師 對對對因為編曲蠻多是曹瑋老師 就是寫主的 嗯 對我是找曹瑋老師 要找曹瑋 我這邊寫是那麼一分三十二秒 好像很像那種車水馬龍經過那種 喔你說尖奏那個時候嗎 第一次第一次結束 好像是小號還是什麼聲音 喔那個是 那個應該是 Freatless 喔 對它是無情歌的bass 然後就會有一種 那個一個很厚實的聲音 那個好適合晚上喔 對 那種那種感覺 我覺得它這音色全是超好 因為那時候就是我們 他有問我也是差不多故事的那個感覺是什麼 對 然後他就有跟我說他覺得這個聲音很適合 所以你第一次收到編曲的時候的心情是什麼樣 就覺得很酷啊 就是有那個程式的車水馬龍的感覺 也有一個寧靜感 他那個層次是很豐富 對啊 所以跟你原本那個demo就很不一樣 跟我原本的demo對 因為原本的demo不太一樣 原本的demo的音色可能會更像 因為我那時候做demo的時候我的reference其實是 就是Asheron的一首歌叫Lego House 有一點有一點有一點那種感覺 對它會比較更更更野一點 對 但是這個這首歌他編曲出來的時候 他是走一個更寧靜更澄清的一個味道 對 我覺得主歌聽起來感覺出來比較忙 因為他的字很多 副歌就是有稍微靜下來了 對 他其實也沒有很明顯的副歌 但主要還是在主歌 我就是唱了一堆歌詞 對啊 好忙喔 你這個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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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我覺得最難其實是自彈自唱 那時候我寫完還沒有意識到自彈自唱這首歌那麼難 所以他的歌詞基本上大概是在說以前的那些期許嗎 對 然後等於是現在就在回顧嗎之前 對啊就是在那個晚上會流 對 就是會流不論是之前我的 像我以前有脾氣不好的時候啊 就是然後傷了別人也傷了自己 欸不是欸沒有 都沒有重複欸 幾乎對幾乎沒有重複 這以後40歲的時候怎麼會記得這個歌詞 這首歌 因為這是 就是然後這是很真誠的 反省去寫的 所以我個人會覺得這相對來說會比較好記 因為我沒有刻意的一定要壓什麼韻 有時候 我開始讓生活更堅烈 我開始讓情緒更迂迴 我開始千秒淡寫這一切 我開始忘了怎麼開始 還給我吧 能不能還給我 選擇啊 這首歌叫做馬格 這是一個人名嗎還是什麼呢 我覺得馬格是最難解釋的一首歌 對啊這什麼東西呢 應該說馬格我的英文 歌曲英文名稱叫 M-A-G-I 但其實英文來說它應該是魔法式的意思啊 不過 Magic 對 Magic Magician 對 Magician 好那M-A-G-I這四個字 就是我第一次看到其實是在新世紀福音戰士 你真的透露年齡喔 不要這樣 欸不要這樣 它很經典喔 現在小朋友還是可以看 對M-A-G-I它是裡面的一個 就是電腦系統的感覺 對然後它就是 好像這有點複雜啦 它主要是在講 它用M-A-G-I代表它過世的母親 喔 對 那用母親來把它移植到這個電腦裡面 然後用這個東西來延續它母親的意志跟人格 對那另外一個 跟M-A-G-I有關的是我在 應該說我不是基督徒 但是我有看到聖經的一個故事 那個女生叫做Mary Magdalene 對就是摩大拉的瑪莉亞 她就是先成立她的故事喔 因為我覺得有意思的是在同一個故事裡面 我們在現實生活中 不同的人會對這故事有不同的反應 有人會覺得 因為她其實是基督身邊的一個 耶穌基督身邊的一個女信徒 但是有人會覺得她是在玷污基督 但也有人覺得她是最虔誠的信徒 所以我覺得 你用不同的角度去看你心中是什麼 你就會把別人看成什麼 用這種意思 然後再回到 所以她的Mary Magdalene 我就拿她的M-A-G 來讓這首歌也是其中一個意象 那我這首歌其實主要講的當然是 從母親出發啦 這是一首親情的歌曲 對 它是一首跟親情有關的歌曲 我是從親情裡面去體會到 我本來對於家人有很多的不理解 跟不滿 覺得他們對我有很多的期望跟期待 因為我姓金嘛 所以他們覺得我是金家的孫子 金孫子啊什麼的 對所以就會有 我就會感受到別人對我有一個期待 但我沒有滿足她 然後好像我就 我就是一個不好的人 或者什麼的 所以我的副歌會說還給我吧 對 還給我就是 能夠有自己的選擇 對 但是我隨著時間年齡增長 我開始也是反思 然後意識到說 喔或許她 這一生她還是第一次當母親 所以很多事情她也是第一次去做 她可能做的不好 她也不知道傷到我 那我回饋給她 她可能當下壓力也很大 生活有很多壓力嘛 所以她也用更大的情緒反彈給我 所以我們就會有一段時間 是有一種劍拔弩髒的感覺 對對對 所以馬哥這首歌 也很像是在講說 我從清廷當中理解到 OK關係之中 我們就很容易有不理解對方 而造成就是誤會 或是解不開的那個結的感覺 對造成兩個人都覺得 好像我們都是被逼迫要做什麼 對 那這個東西可以套用到任何 其實可以套用到任何關係上 朋友也有可能 情人也有可能 對家人也是會這樣子 對 所以馬哥對我來說 她是 她是一個 不是一個人像 她是這三種關係 共同的情緒 的集合體 對 我是看到先生說 你是這首歌 有歌詞有 就是我 聽到愛的代價這首歌的時候 就是她就說 這就是愛的代價 的那一刻我才意識到 就是很多時候 這些我剛說這三種關係裡面 我們 對於別人有期待 或別人對我們有期待 嗯 但我們那其實都是一種 愛 嗯 對 就是我們我們對於一個東西 喜歡她 所以我希望她可以怎麼樣 我希望她也可以更好 你覺得這愛嗎 我聽起來都是愛自己 不是愛別人 對但是 但是愛 她永遠都沒有一種 定義吧 畢竟她不是一個 她不是一個實體 我們看得到的東西 所以每個人的定義會不太一樣 所以我剛說 對於她來說她那個是愛 對於我們來說那個是愛 對有時候是這樣子 就所有的東西都好像是 自私也是無私的 嗯 它就是一種很很模糊的一個概念 對 所以我聽到 就是李宗盛大哥 嗯 最後他就 這就是愛的代價 我覺得那個感慨 就突然就跑上來 我說喔 突然理解了 所有的東西它都是一種 愛的延伸物 嗯 對 不論它是好的或不好的 它都是 會存在 你不可能要求 你的愛 一直產生出好的結果 那你這次還有跟幾個朋友 一起合作這首歌 喔 馬格是最多朋友合作的 我有請 怎麼這麼多人啊 唱了一個福音的感情 因為那時候就是想說 好像 她畢竟是從一個 媽媽的關係裡面 感受到 所以黃宇涵還是扮演你媽媽的角色 當然不是 宇涵不要 宇涵聽到不要那個 沒有就是覺得 需要一個女生的聲音 來跟我一起 和聲 嗯 對所以 因為DEMO的時候 其實是請 薩夫蘭拉外 他們幫我 去構思這個和聲 但是後來 即興要錄的時候我覺得 我其實蠻臨時的 我就跟曹偉老師說 我覺得我還是 還是要一個女生的聲音 會比較適合 嗯 然後我第一個就 想到宇涵 因為他的聲音就是比較 溫潤 有厚度 你跟他有私教哦 有我們 哦這個私教 比賽的關係嗎 不是耶 是 我畢業 大學剛畢業沒多久 宇涵那時候還是學生 嗯 然後他在他們系上有辦一個歌唱比賽 嗯 然後他就邀請我跟莎莎 我記得還有高偉勳 嗯 然後我們三個去當評審 哦 對然後我們就四個就是那時候認識 對然後後來他就自己出了很多音樂嘛 超級厲害 對 瘋狂如果進去講嘛 對我上次 我上次見到他還在說 欸學姊學姊 他說你不要這樣 哈哈 然後變學姊 他就是學姊啊 你都還沒有正式發那個專輯 對啊對啊 然後還有 所以合作的對象就是 薩布任喇歪 嗯 然後還有宇涵 這樣子 嗯好我問一下這首歌 因為你剛剛說他這個歌 雖然聽起來是真詞嘛 但是我覺得他大部分聽起來是蠻浪漫的 因為那個六八拍的感覺 對他就有一種 呃 就像我說他是一種 愛的代價的衍生物 嗯 然後所以我們必須去跟他共存 嗯 所以用六八拍的感覺會讓我覺得 有種跟他在一起 跳舞 跳舞的 這個是愛 愛好的部分 對 但那C段那個時候 那聽起來有點糾結 那個就是 所謂可能壓力比較大的 對他就是 就是稍微釋放一下 偶爾一定要讓那個情緒 所以你說交錯的誤會嗎 那邊嗎 對對對 對對對 對因為有一句歌詞是寫 那個 永遠是孩子的上帝 嗯嗯嗯 對那一句話其實是在一個電影叫 沈默之秋裡面看到 嗯嗯 對他最後 他的孩子化成了魔鬼 但是他做了很多上天太理的事 但就是避過了他的母親 嗯 然後旁邊就有人解釋說 因為母親對於孩子永遠都是上帝 嗯 那感覺當然我不是基督所對於 我不知道有沒有冒犯 但是我是在這個電影裡面看到這個 這句話我覺得 這個畫面讓我覺得很有意思 嗯 對對對對對 可不可以 對 我說一聲早安 請原諒我 必須先行 離開 走近便利 Even this the darkest night 走近夜裡 We'll never see the sky 走近夜裡 You're feeling on my mind Oh 能不能回來 我們要進到 這EP最黑暗的一首歌 走近夜裡 對啊 為什麼會突然想要走近夜裡 你會去鬼屋嗎 我不會耶 我去過但 我不太會去自己當自己被嚇 走近夜裡是我在一段關係的最黑暗的時候 我去去想說我自己到底是要往哪個方向走 就我現在不論往哪方走好像都是在往一個黑暗去 就是我離開這個關係也不是 但是我繼續待著好像也不是 對我對然後我做哪個選擇都 雖然都是自私的都是因為都是我做選擇 但對於雙方都不是一定都不會是好的結果 可是那個結果你現在也看不到 因為你就只能當下想你能怎麼做 你沒辦法看到未來會有什麼東西 所以對我來說就是那是個恐懼感 對我沒有辦法選擇說我現在就要放下一切然後做音樂 對嗎這也是一個選擇 我覺得很多人一定都經歷過 你必須要全力的去做一件事的時候 你不一定看得到結果 對那你還是得去做 所以對我來說那個就有點像是走近夜裡的感覺 我好奇這個編曲嗎在Editing的時候就已經加了還是回音的時候 它裡面很多那種像影子的那種聲音你知道嗎 編曲的最開始demo其實我是找I'm In Us的張群 他這些吉他手 因為我們其實以前就認識 那我就覺得我很喜歡他做某些電吉他或做些音效的聲音 那個歪歪的吉他 對對對 好寂寞 對我就是請他幫忙做 那當然他有加了很多電音的元素 不過後來在正式編曲的時候我就可能拿掉了一些 因為我覺得那個電音的元素可能目前跟我會比較搭不太起來 對所以我就有抽掉一些 對但那些我覺得你聽到的那些元素都是demo保留的 然後我想要問另外一個是 這首歌雖然叫走近夜裡 可是我覺得他的編曲包括和聲什麼 我覺得他是越來越亮耶 嗯嗯嗯 所以可能一開始黑的後面他有走出來嗎 我這意思說文字雖然說是走近夜裡 但是我覺得好像是從夜裡走出來耶 聽覺啦 對啊他一定是走進去 然後你慢慢的看到一些光 就像我說的你會不知道未來的那個樣子是什麼 但你一直去做 你慢慢的做你一定會看到一個方向 嗯嗯嗯嗯 對你不會永遠都做然後什麼都沒有嘛 只是你在做之前你會很害怕說那我走進去之後 嗯嗯嗯 會有什麼對我看不到那個東西 走的過程你可能也還看不到 但是你一定會有個點是 哦好像開始知道方向是什麼 或是那個有一個方向會有一道光慢慢的過來 我還是必須先找到我自己 對我來說其實那個意義有點像是這樣 我去做的所有事情是為了讓 我可能要找到自己嗯 我找到自己之後我才可以讓這一段 關系圓滿 但或許那時候這個東西已經不存在了 當我找到的時候這個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喔因為我剛剛中間的時候聽到 我覺得好像越來越亮 可是最後結尾的時候是很安靜的 所以那個時候是已經物是人非的感覺 對對對物是人非 曾經有試圖想要讓它往好的方向去 但後來也沒有成功嘛 對但就是我 我好有趣喔好有趣喔 對我不是刻意在 我不是刻意在為了這個關係而去做這些改變 我是為了我自己 但是創作有時候它是 那種心情會引領你去這樣子創作 對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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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有趣 就是你會突然有一個方向 方向性跟空間感 這首這首歌我覺得很有趣的是 是大部分人聽好像都會分兩派 就是聽完整個EP 他們要不是最喜歡走進夜裡 就是最喜歡一個就要離開這個夜晚 這首歌都很好聽喔 為什麼要做選擇 就是沒有就是會有兩派的人 他們會跟我第一個跟我分享說 我最喜歡走進夜裡 那另外一派的人 我最喜歡一個就要離開這個夜晚 那另外幾首比較少啦 樣本是不是 沒有人喜歡觀測試呢 比較相對來說比較少 但蠻多人喜歡走進夜裡的 對啊所以我覺得它可能 也是我編曲完之後給大家聽 可能它就是會其實它是有一個淡淡的 淡淡的哀傷的那感覺 可是它的旋律感會一直那個回繞 很像有一個山谷的感覺 因為我覺得有一段 嗚嗚嗚嗚嗚 那那個感覺 所以好像蠻多人喜歡那個 有人說很像鬼嗎 有人說很適合去錄影的時候 好恐怖 在錄影的時候聽這個 有人說很適合錄影的時候 所以這個這蠻有趣的 我到底做錯什麼 不斷在重頭 接下來我要聊那個觀測失能 對 這個歌的那個故事背景 大概是說什麼 這首歌的概念 其實我的歌曲排列 就有點像是 我們剛剛有說 觀測失能就是 當這些黑暗我經歷完之後 拯救自己的歌嗎 對我來到了一個 我來到一個海邊 一個沙灘 然後我看著很美的星空 但是我理論上來說 這片星空 應該要是讓人很有所感動的 對 就是我理解了很多事 我經歷了很多情緒 我終於懂這些 我好像很圓滿 但是我在那個當下 卻是毫無感受的 我不知道那個 那個 看著這邊風景我要的是什麼 我要感受什麼 不要哭 不會啦不會啦 就經歷過 他就是 對我來說好像 你就是會經歷那些東西 我雖然已經經歷過了 我未來還是會在 一定還會再有其他的 類似的情緒 那我就是只能準備好 感覺心裡面有一塊地方死掉了 對對對就是 變成活著的鬼魂 對變成活著的鬼魂 觀測失能 有一句歌詞是 我們成了彼此活著的鬼魂 所以你在唱的時候的那個情緒是 唱得比較 故意讓唱得比較平穩 但是其實 內心是很受傷的嗎 我可以這樣解讀嗎 嗯 我不會說 我其實在當上當下 我不希望他表達出一個 受傷的感覺 我是聽不出來的 所以我還會覺得說 欸你剛剛這樣講 那個故事聽起來很悲傷 可是你的聲音啊 的表現 都很舒服 他是一個釋懷的感覺 就像走進夜裡 最後一段說 我在這釋懷 就是對我來說 就是在離開了一段 我之前糾結很久的關係之後 然後我就會 對我來說 我們兩個就是彼此的鬼魂 雖然我們都還活著嘛 嗯 對所以 呃觀測室呢 有點像是 我看著星空 然後一個人在 海邊的時候 會回想這所有的一切 但是他 就只是在 好像就 他就只是在那片星空上面待著我 就這樣看著我們所有的故事 嗯 對 然後 我也不能去 多做些什麼 嗯 就我覺得沒有必要再去糾結 所以我最後說 所以我才這樣忘記 嗯 我們成了彼此活著的鬼 對我們成了彼此活著的鬼 我在想這是什麼意思 我們現在都還活著 但是在我們過去的某一塊 我們的心裡 那塊都已經死掉 都已經變成鬼了 對 啊 對不一定會在感情裡面 在任何關係 我覺得都可能會有 好哀傷喔 很哀傷嗎 好哀傷喔 這首歌算是一個契樂曲嗎 窮頂 對窮頂 你們還聽得到一些 禪嗎 對對對 還是什麼 就就 就蟲鳴鳥叫的聲音 然後這個鋼琴是你自己彈的嗎 對鋼琴是我自己彈的 這音好像不太準喔對不對 對沒錯 我就是用家裡的那個 沒有調音的鋼琴 你們家鋼琴為什麼不調音 調音沒有很貴啊 因為小時候是我姊姊學的 喔不是你 我沒有學 我小時候沒有學過鋼琴 我是 像是 呃 出了社會才 就是自己摸索 然後偶爾找老師學 然後我是自從看了Coleplay的 第一次看了Coleplay演唱會之後 我才知道 喔他的Chris Martin的鋼琴 也彈得太好了 呃 才想要去彈鋼琴 對我覺得 哇我想要 想要 太晚了 太晚了 但我不管 我就想要練 對 所以現在是彈到什麼 拜耳嗎 小眾 我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 拜耳都沒有彈完 我沒有 沒有彈到那麼後面 我就只是 彈一些歌曲 我覺得主要是練一些 自彈自唱 喔 對然後能夠 和弦 對和弦的東西 欸那你這邊還不錯啊 我覺得 還不錯 尤其是個靈感來 蠻有那種 結合在 蠻有那種 這個也算是在看星星嗎 就是一樣是在那片海灘啊 你應該有聽到一些 一些海狼聲 有有有 對對對 他還是還在那片海灘 就是 我就沒有唱歌了 我就站在那邊 嗯 對 那為什麼會想說 最後要塞一個 像是奧錯的歌曲 主要是我 當時寫完這一段 這一段鋼琴之後 我覺得他有一點像是 某種 倒帶的感覺 嗯 對 就是我被扔在原地 然後 所有的思緒一直在 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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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你第二個合成 壓下去就很不和諧 感覺 對啊 他就是有一種 小小的不和諧的感覺 嗯 我覺得這個 這個 鋼琴的旋律 就是在彈的時候 好像是某一個東西 在把我 要把我帶走 對 我的思緒在回 在回溯 什麼什麼 七也八也 哈哈 可能外星人之類的 嗯 對 所以我的 我的歌 那個英文的歌名叫做 A beam from above A beam from above 天理上落下的光束 嗯 對 他的概念就像是 有一個不知名的 不知名的力量 哦 所以你那時候創作畫面 感覺是 感覺有一道光 對 就是我說的嘛 夜裡我 我會 中間會看到一道光的 那個感覺 因為我差點要唱張少涵的歌 哈哈哈哈 愛詩一龍 哈哈哈哈 哦 所以是這個感覺 對 所以 所以那個光等於下來之後 你也釋懷了吧 不是 應該說 對 我本來就釋懷了 但那些東西 它不會 它不會因為我釋懷就消失 不會啦 我跟你說 你之後會戒屍還魂的 戒屍還魂 找到新的關係之後 你這個靈魂會 重生成為了史萊姆之類的 哦 這 這也 這也太跳舞了 還是轉身成為 你轉身之後想要成為什麼 下一張專輯 我想要轉身成為什麼 你說下一張嗎 對啊 你現在不是死了嗎 你現在是靈魂的鬼魂 我還是活著的 我還是活著的 我現在是死過 你現在是鬼魂的狀態啊 就是半生半活 你現在是活著的鬼魂的狀態啊 我想要 我想要轉身成什麼 我想要轉身成 一道光吧 就是我剛 最後的那個 那個光束 就是 沒有人 沒有人能夠主動抓住我 然後 當我想出現的時候 也可以秀出來 對 好像這種感覺 他抓不住 但是看得到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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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現在這個專輯 感覺是經歷了一段 死亡嘛 對 對對對 但是 我覺得這就是必經的過程 之後你可能 新的人生經歷之後 你可能會 會有新的作品出來啦 當然 因為這個 其實這幾張 這幾首歌曲都是 在更早以前 所以其實我後續也其實寫了很多 不一樣的歌 嗯 就是 呃 原來他是詮釋你剛剛說 嗯 重生之後的那些 嗯 那些情緒 對 對 所以就是現在在慢慢製作當中 我現在做demo了 今天我們很開心邀請到了這個 我覺得是有點多愁善感的男子 是 金大 感謝 感謝阿批 感謝大家 來跟我們聊他這個 最新的EP 然後希望我們對他的朋友 再多多聽這樣EP哦 這樣 好 最後金大來跟我們說拜拜 你有没有要宣傳什麼 宣傳 呃 我今年一定會辦專場 所以大家請繼續follow我的instagram 我先去找那個dark in 哦不是啊 金 in dark 金 in dark 金 in dark Facebook Instagram 全部通通都追蹤起來 對 今年會有蠻多計畫的 所以希望可以再跟大家趕快見面 好 我們下次見 拜拜